今天我们来到了 嘉义的北回国小 先欢迎现场最有智慧的老师 让我们来认识北回国小 最可爱的小朋友 北回国小的同学们精神这么好 但是大家发现了吗 小恐龙又不见了 小恐龙又去哪里玩了 小薇老师 我没有乱跑了 是北回国小的小朋友 他们太热情了 你们都在追逃地啊 好厉害哦 你们在跳舞耶 好棒哦 每一个人笑起来都好可爱哦 多唱歌而快乐多 怎么这么厉害啊 有人会吹逃地 你们又会跳舞 这首学校的学生真的太优秀了 小恐龙你好 我是黄敬雅 你好 这是我们学校的逃地队 在这首歌里 有我们这条西的名字哦 可是这首歌不是叫 Doremi 难道这条西的名字叫 Doremi吗 不是 这条西叫 快乐笑兮兮 快乐笑兮兮 这么黑皮的名字啊 那里头有什么啊 里头有水生植物和小鱼 哦 真的啊 你踩的地方是八大行星步道 八大行星步道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因为它有八大行星的图案 对耶 你看一回头看 就有看到地球啊土星耶 真的是八大行星耶 还有还有那个是太阳能光电板 它不断可以发电 还可以让水更清澈 真的哦 哇 你们学校真的也太有特色了吧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 我们学校最特别的地方哦 好啊 那我们就 Let's go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好特别哦 这里是23度半走啦 23度半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 因为这里有跟太阳有关的国旗 真的耶 前面都有好多哦 哦 这是阿根廷的国旗耶 你好 你好 欧拉 欧拉 请问一下为什么你们的国旗啊 中间有一颗大太阳啊 那是五月的太阳 那是国民的象征 象征着自由黎明 哦 是哦 我们先帮这个导人拍拍手哦 好清楚哦 我们真的也前面也有好多有太阳的国旗 我们去那边看看 这才叫做 日本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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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 你们的国旗好特别哦 旁边那四个横横的那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四卦的四角分部为 左上前 右下婚 右上坎 左下离 代表的是天地水火以及父母男女 象征民族融合还有国家的发展 嗯 不对啊 那跟太阳也没有关系啊 我们左下的离瓜呢 它代表的就是太阳 哦 真的哦 谢谢你让我认识了南韩的国旗 谢谢 好 那我们再往下一个国家移动吧 走 走 好 我们到下一个国家是 中华民国 这个语言我会讲 你好 请问一下 那个青天白日满地红 那个太阳是什么意思呢 上面这个太阳代表的是十二道光环 哦 并代表每年十二个月 每天十二个时辰 谢谢你 你讲得太好了 帮他拍手 好 我们就到前面下一个国家 哇 这一个国家叫做 英国二连八民主共和国 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你们的国旗 跟太阳也有什么关系呢 淡地博尔的文化中月亮和太阳 象征天神的双眼 可以清楚透视天地间的一切事物 哇 谢谢你 小雷老师 我发现北回国小的解说导览员 都导览得太棒了 我好想知道哦 北回国小其他的解说导览员 曾经在导览的时候 都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做导览员会有怎样的心情呢 我来问问大家哦 曾经当过导览员的人打圈 负责讲解过啊 哇 这么多人啊 五六七八 九才九个人打岔而已啊 好 那谁要告诉我呢 在你导览的经验当中 有过怎样特别的心情呢 好 俊逸 请来我旁边 选出哪一个比较符合你 当导览员的时候的心情 请转 俊逸选的是开心 为什么 因为可以展现自己的能力 那有没有过什么特别的时候 然后心情又有点不同吗 别人一直看着你的时候 然后呢 你就会觉得很紧张 像我现在这样 一直看着你的时候 对 但是看不出来 你真棒 好 谢谢俊逸 那我请陈宏来我旁边 请陈宏也选出一个情绪 这一个 陈宏选的情绪是什么呀 尴尬的 尴尬的 看起来有点害怕呢 怎么了 因为有时候别人问的问题 自己不知道答案 所以就答不上来 那怎么办 可能就跟他说 这方面我会再回去查一查 哦 这样诚实承认自己有些事情 还不大会就对了 嗯 也很棒哦 请坐下 哦 原来你们当导览员 也有这样的心情啊 那不知道小恐龙呢 小恐龙在哪里啊 小恐龙 我回来了 小恐龙 刚刚啊 他们说跟你讲解的时候呢 又有觉得开心的时候 对 但偶尔也会尴尬 对 偶尔也会有一点害怕 会吗 所以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呢 我啊 不是 不是 我会这个 高兴 高兴 说说看你高兴的状态 会是什么样子 我高兴的状态啊 我整个人全身都觉得很轻盈 然后啊 都可以这样跑步跑步 然后跑得很快的感觉 情绪白白肿 表情藏不住 一起来看看愉快的情绪变化 轻松的 得意的 高兴的 嗨 我是高兴先生 当我生日的时候 收到一份非常想要 而且期待已久的礼物 我的嘴角会不自觉地上扬 感觉很想要笑 全身充满力量 我真的真的好高兴哦 当你得到想要的东西 或达到目标时 你也会有这样的心情吗 高兴 老师这导览员跟听导览的人 心情差距很大 当然啊 小朋友在解说的时候呢 是在面对人群的 那你可能会很开心啊 也可能会很紧张啊 很害怕 那个都是因为你个人的特质啊 可能还有你一些 导览解说一个练习所造成的 其实啊 经由你不断地增加你的知识 不断地练习 不断地在跟人群接触以后 其实你就会更加有信心的 哦 那到底要怎么样做 才能成为最厉害的解说员呢 马上来玩动动脑时间 脑筋转一转一起玩游戏 想一想 如果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解说员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 总共有八个答案 请大家一起来动动脑吧 要具备哪些特质的人 才能成为一个很厉害的解说员 请说 志凯 刚解说员的个性要很大胆 个性要很大胆 要很大胆 好像有一个算哦 算吗 有 算 这个 大方 跟大胆应该算是一样的吧 要很大方 嗯 好 请说 刚解说员要多多练习 嗯 多多练习是必须的 可是好像不算特质 不算特质 它算功课 怎么样的特质哦 浩婷 个性要活泼 答对了 个性要活泼啊 没错 活泼好像蛮重要的 再想再想 俊逸 要当解说员要解释清楚 答对了 解释清楚 就是 口才好 口才好 对 好 红展 要当解说员要对自己有 有自信 有自信 在这里 没错 好 小虹 提示一下吧 这四个 我们也很想要猜对啊 就像是 如果说你到了这里 人家都说我们嘉义的人 最怎么样 会去迎接对方 会去招待对方 最 最 最 好 佳华 对面要有热情 对面要热情 就是你了 热心 热心 热心太重要了 再一个 陈宏 要当解说员要亲切 你懂我 没错 就在这里 亲切 亲切 对 来 那剩下两个 我们怎么样都猜不到 怎么样都猜不到 解说员一定要非常大方 然后呢 不畏惧人群 还要一个特质 就是你很敢 在别人面前怎样 当解说员要很爱表现 答对了 就是 表演 要会表演出来才行 对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重要了 我们想了那么久都还没想到的 其实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请说明 如果你是嘉义的朋友 你一定要很爱嘉义 这个叫做 爱什么什么 感觉就是爱嘉义的 有解答的感觉 有吗 好 靳慧说 答对了 我觉得我有好多好朋友都好等我 最后这一个就是 大家看看 所以具备地上这八个特质的人 就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 厉害的解说员吗 老师请对我们说明一下 对 这些特质都非常的重要 那像刚刚的爱家乡 能够传递在地的一个热情 那像亲切 能够让人家感觉到安心 放心 那有自信的话 能够让听者觉得你的解说 他能够相信你 那像口才好的话 就能够让人家专心地去聆听 那大方的话 如果说你说错了 或者是有人提问你不了解的时候 你可以化解那个尴尬 所以听起来好像具备这些特质以外 还有一些小小的关键 就让我们再来玩一个游戏吧 好 我是解说高手闯关游戏 起点为亲切 终点是爱表演 请试试看看跳完全程 如果在过程中遇到困难 可以使用求救牌 选择向物求救 找适合的东西来挡垫脚石 或求人帮助 可请同学背你或抱你到下一步 全部八项特质都跳完就闯关成功了 这样子你有没有问题 没有 好 那现在请往亲切移动 好 下一步呢 请文茜往热心移动 預備 起 好 很棒 请前往有自信 預備 跳跳看 你可以不要啊 可以请小孔帮你 要帮忙请举手 还是你要先跳跳看也可以 好 他决定了 好 一 二 三 失败了 那你请回来 那你需要援助吗 请教 那你要是人还是物 人 好 请问你要哪一位同学 来帮你的忙呢 孕淳 孕淳想要怎么帮她 帮她 帮她 好啊 怎么帮 可以 孕淳可以 好 孕淳加油 一 二 三 太厉害了 表声鼓励 太棒了 好 现在文茜站在有自信这一格 没错 那接下来 要往爱家乡移动 好 预备 开始 好 接下来 再来请文茜往活泼移动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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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点 没办法 失败了 对 失败了 对 失败了 小孕淳我要求救 接受救援 请问你需要人的协助 还是物的协助呢 人 人 请你挑一个人 有没有人要帮她忙 这么多勇士 殷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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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现在请文茜回到爱家乡 那请问殷琴 你要什么想要帮她的方法吗 我背她 背她 背她 好主意 用背的好像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好 背她上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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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好姐妹 我们给她们两个掌声 一起到达活泼这一关了 那接下来呢 要请文茜从活泼往大方前进 好了 预备 一 二 三 好 过关 好 那接下来从大方到口才好了 还是你想要求救 小孕淳我要求救 接受救援 请问你需要人的协助 还是物的协助 物 物 好 那请你选一个物品 对 这里可以帮助你的 指电 好 这样子吗 当作你的桥梁 好了 好 请文茜往口才好前进 预备 好 轻轻松松的就到了口才好 最后一关请到慧表演 预备 起 哇 文茜完成了 请给她热烈的掌声 老师 她使用了三四次求救 代表要变成一个好的导览员 真的很困难 是很困难 老师 那我们这个游戏是要玩什么呢 其实这个游戏 是在让小朋友了解 其实每一项能力都需要累积的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需要很多的帮忙 不管是人的部分或物的部分 那像人的部分的话呢 可能是需要同学可以平常听你的解说 然后了解你需要改善的地方 或请老师再做指导 那或者是在物的部分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像有些报纸 可以增加你的知识啊 那像我们刚刚所使用的纸箱啊 是让你了解 其实解说呢 可以有不同的表现的方式 你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方法来改变 让你增加你的能力 而且把你的特质提升起来 所以这一步一步前进的旅途当中 确实很需要一些协助喔 老师 是 好 我们先给文倩热烈的掌声 文倩请坐下 那我就要问问看现场的小朋友了 你觉得你自己已经具备了这八个特质 我都已经很厉害的人打圈 我太棒了 我已经八个我还没耶 我还有一些还没有表现到很好的打叉 我看一二三四 是 只有四个人觉得自己都具备 其他都还没有完全具备 那我们要问老师了 老师 一定要这八件事都满分了 我们才能成为很厉害的解说员吗 那其实呢 能够具备三到四样以上的特质 其实就已经能够担负一般 我们解说员的那个能力了 所以只要三项到四项已经很厉害了 其他就慢慢再努力增强就可以了 是 当然经过不断的练习 就像我们说 经过一万个小时的练习 你就成为专家 所以其实不断的练习 一定能够造就非常好的解说员 结果老师这样说之后 小恐龙 你有没有觉得大家 竟然都有成为 专业的解说员的前职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要来示范 或是表现一下呢 当然要 马上进行下一个活动 同在一起练习题 请挑战者从日本 韩国 尼泊尔 中华民国 基里巴斯 和阿根廷 这六个国家的国旗中 选出你最感兴趣的一面国旗 尝试为大家介绍正面国旗的故事吧 好 要来负责解说的人 请举手 那我请柏林来 好 请柏林从小恐龙手上的 这六个国家里面 选择你要讲解的国家 这个 请问这是什么国家 这是基里巴斯共和国 基里巴斯共和国是我国的邦交国 大家请看这国旗上半部 国旗上半部的太阳 它的太阳上面有十七道光芒 对 这十七道光芒分别代表着 基里巴斯群岛的十七座小岛 完成了 掌声鼓励 好 好 那就请老师讲评一下 老师 柏林刚刚的表现如何 其实柏林刚刚能够很自信地讲出来 我们已经觉得是相当的棒了 是的 那当然做解说导览的时候 很重要一点是要能够吸引群众的目光 所以可能最好的时候 可能是先讲一个可爱的故事 或者是做一些肢体的一个动作 然后吸引大家围过 那其实这是解说导览最开始的时候 来去预备一些技巧 预备 开始 基里巴斯共和国 是我们台湾的邦交国 也是第一个迎接日出的国家 然后你看这上面有一个太阳 这个太阳就象征着基里巴斯 它位于国际换日线上 这上面的十七道光芒 又象征着这个十七座小岛 所以基里巴斯共和国 是不是跟太阳很有关系啊 掌声鼓励 是吧 好 老师请坐 所以老师您刚刚说这个开头很重要 对不对 是 可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解说导览最重要的是 要先让所有人围过来 然后他才会专心听你讲 而不会说 他可能就是心有旁骛到处乱看这样子 可是老师 我突然又有了一个小疑问 刚刚表现这么好 竟然还有疑问 就是因为表现了 所以才突然想到问题 请说 就是如果我练习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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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突然发现我的观众 一点都没有在听 都不吸引他们怎么办 应该是说他们的反应有点冷漠吧 是不是 对啊 好 那如果你已经做了那么多热烈的演出了 大家反应还是有点冷漠 要怎么办呢 马上进行行动轮盘 好 已经想到要用行动轮盘上的哪个方法呢 请举手 我请雨静来我旁边 转出你要采取的行动是 冷静 说看 反正就说过去了 然后就要冷静 那如果他们都没有反应呢 就继续说下去 就好像没发任何事继续往下讲这样 看得出来你的表情 蛮冷静的 真的耶 请给雨静掌声 蛮聪明的 好 再来我要请浩婷 转出你要采取的行动是 感恩 感恩 怎么说感恩呢 如果他们很冷静的话 我还是会要谢谢他们感恩他们 让我可以多多继续回家练习 因为这个反应也会让你再想要更努力就对了 对 好 谢谢您浩婷 请坐下 好 除了刚刚说的这几个方法以外 老师您可以推荐我们哪些方式吗 是解说的话呢 是跟这个群众之间的一个互动 求助的模式 求助的模式在做什么呢 当然如果现场有老师 那你可以求助老师 那第二个 你可以故意问群众问题 那求助他们来帮我解释某个东西 那当这个连结结起来以后呢 我们再继续说下去 老师说得很对耶 其实我们去求助啊 然后自己再不断的训练呢 一定就会变得更好喔 所以经过今天讨论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其实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解说员呢 一定要具备两件事 一件事情就是热情 因为你有这个热情呢 你就会不断的改善自己 让自己不断的进步 一件事情就是毅力 能够有这些毅力呢 遇到这些困难呢 你就会想办法去找资源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喔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磨练 多多努力 相信你也会是很棒的解说员喔 祝福大家 谢谢 别忘了世界很大 人很多 爱也很多 永远 永远 会给你最大的力量 和保容